在新翻档期中 相较于经常代表全年最高水平的4月 和全年最高话题度的10月 被夹在中间的7月 向来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季度 但是又因为正好撞上暑假 所以通常是学生档大量看翻的高发季节 甚至很多人讲成固定看动画的习惯 就是在7月 那么10年前的今天也是如此吗 哈喽大家好 这是范氏 欢迎来到本期的新翻时光机 让我们一同走进10年前的 2012年7月新翻 人类衰退之后 由著名脚本家口三才 田中罗密欧所著同名小说改编动画 讲述一个人类社会高度衰退的未来世界 这种身材还小 喜欢吃甜食 但拥有极高科技水平的新人类妖精 占据文明生态味的故事 乍一听像什么硬核的漠视废土文 但实则剧情表现相当趣味 所有故事都是以可爱的吐槽艺女主 人类小姐的视角展开 讲述她和妖精之间 发生的一系列欢乐 戏谑 又引人深思的讽刺日常 比如一星人探索神秘开工的全磁弄工厂 最后用摄像机杀死了一群无头的实用肉机 又比如被卷入漫画空间 必须像杂志连载那样 不断表演大受好评的剧情 才能前进 否则就要被腰斩 再比如飘落到孤岛上 利用妖精的技术 在几天内凭空创造一个强大的工业文明 又因为种种原因 自我毁灭 等等等等 总之就是一个个脑洞大开 并且你能明显感觉到她在讽刺些什么的黑色幽默 再搭配一些 诸如不需要讨论 结论在开会前就已经确立 或者行为本身没有意义 重要的是向别人展示自己已经尽力 这样的名言经句 可以说是非常标准的 对小学生有点幼稚 但对成年人来说刚刚好的故事 而本片的女主人类小姐 也是我十年前非常非常喜欢 并差点错过的一个角色 因为当年这个动画开场 她直接怼我一个寸头女主 差点没把我这个长发党劝退 结果过会儿头发一长 我抄我当场一个害老婆真香 论发型的重要性 而女主神游中原麻衣 在本作的表现也是顶中顶神中神 将女主那种温柔可爱的外表之下 潜藏着腹黑之心和毒蛇之爵的泄粉毛形象 演绎得淋漓尽致 接下来 《青春三部曲》之《塔莉塔莉》 加入三女二男组成社团 又是唱歌又是打球又是演戏又是抗争 反正孤道了很多 但你问我他们具体干了啥 我也谁说不出来的 原创青春故事 先到前两部《青春三部曲》 《真实之类》强调的恋爱 《花开一缕波》强调的工作 这部《塔莉塔莉》强调的正是校园生活本身 并且和PN大师的很多作品一样 本作也是以女性主角的视角展开 里面的男主其实更偏向配角中的男一号 对了 他同时也是如今大家非常熟悉的身忧 《花江夏树》的第一部主意 当然 更神奇的是 这部作用了二男三女黄金关系配置的作品 却几乎没有恋爱要素 哇 这是真的罕见啊 一个校园翻 一不讲恋爱 二不讲相声 三不讲全国大赛 哇 那你讲什么呀 讲学习吗 答案是 讲青春题材永不过时的主题 治心病 里面的五名主角都各自青涩的烦恼 或是关于梦想 或是关于家庭 而动画就是以此为线索 将一个个互相解决烦恼的日常单人剧 串成了一场有始有终的青春舞台戏 不过呢 本篇的回合制发病 说实话有点过于明显了 基本是 不管你上集有多开朗 只要这集轮到你做怪 那立刻苦瓜脸就得摆起来 而本作最大的看点 自然是 尚处于好评时代的PA Works 对青春感一辞塑造 精致的画风 清爽的人设 细腻的情感 海鸟环绕 阳光洒满沙滩的海边小镇 海风吹拂 一同欢笑的五名少男少女 勇于去尝试 勇于去碰壁 勇于去仪式无成 一起经历那磕磕绊绊 既羞耻又不成熟的 青涩17岁 谁看了不得说一句 年轻真好啊 而巧的是 本季度还有一部 同样是二男三女 轮流至心病的作品 恋爱随意练阶 故事讲述 同一社团的五名中学生好友 突然遭遇一系列超自然现象 比如五个人之间 突然会随机交换身体 或者大家对某件事的欲望 突然无法控制 亦或是突然有人返老还童 甚至心理想法 直接传到别人脑中 有点类似于青春猪头少年 那样的超自然校园片 但更偏群像系一些 而有意思的是 本篇男主叫太医 并且基本是智心病的主力担当 所以每当有队友发病的时候 弹幕就会发 传太医 好吧有点冷 顺点一提 为了给队友做心理辅导 他曾贡献了当年的超级名台词 总之 不同意最常见的校园喜剧 本作这种几乎没有搞笑元素 完全是讲 如何给青春期男女治疗心灵创伤 并服以适当三角恋未疼的 相对严肃的校园题材 现在来看竟然还挺新奇的 尤其是女主的设定 它并不是单纯的元气白切黑 或者说阳光下的阴影 而是一种 我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虚无人格 深游风奇爱生的表现 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平常是这样的 黑起来是这样的 另外本片的下集预告也是很有意思 它是在每次正片结束后 进1滴之前 会先放一段下一话的高能台词混解 再插入1滴 我特别大感 每次看完都觉得 我超大的要来了 但关键是 真看到下一集 又感觉 这些态思他们确实说了 但怎么感觉就是不如 你预告里的味那么冲呢 细细想来 这大概就是我第一次接触 误解析剪辑的魅力吧 接下来女子洛宇 九王先生作者 九米田康志同名漫画改编 标题叫洛宇 但绝大部分剧情 都是女主们表演完洛宇之后的 日常吐槽 本质喝茶聊天翻 也就是在这部作品 我第一次认识到 左仓灵鹰这名神优 没办法 毕竟她的第一部主意石梦者玛丽 因为名字和石梦者撞了 在国内堪称惨不忍睹的茶无此番 穷神来了 假如贫乏之神降临人间 和天生的性命儿女主 争夺运气之 斗智斗勇的搞笑日常片 导演是神自高松兴思 因而整活和玩梗 颇具银魂风采 一度在B站很火 恋爱选举巧克力 Galegame改编恋爱动画 但主打的却是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 校园政治斗争 一群中学生 项目像样的 结党营私竞选拉票 甚至政治暗杀的情节 颇为深草 欢迎来到 票数至上主义的教室 知田信奈的野望 假如男主穿越到 日本战国 代替封城秀吉 辅助性转版 知田信长的架空历史题材 实不相瞒 我对日本战国史的 一切入门基础 全部来自这部作品 而神奇的是 这部小时候 我就是看妹子 图依乐的娘化穿业片 现在再看 发现制作简直出奇的好 此外 在这一季度 也涌现了 诸多点中点的爽文青改 什么 世神者啊 三人行必有我妹啊 无赖俑者的鬼畜美学啊 还有光看名字 叫超级奇怪的 美少女死神 还我H之魂 这些作品 都有着如今看来 颇为狗血的特殊剧情 和平均六分以下的 倒数低分 但不得不说啊 有时候 就是这类简单直白 明摆让你爽的动画 反而很容易 把人拉入心犯的大坑 不过可惜呢 在这一季度 就连引流拉心 也早已有了一个 年度级的超级怪物 刀剑神语 讲述一万名玩家 游玩次世代VR网游 结果被困其中 一旦生命之归零 现实中的身体 也会随之死亡 虽然是游戏 但可不是闹着玩的 异次元冒险故事 哇 这个简介我自己说完 都感到浓浓的火星感 真的会有人不知道 刀剑神语的剧情吗 这个范当年有多火呢 啊就比如 现在提起Lisa 我们会说 就是那个唱 鬼面之刃主题曲的 而当年就会说 就是那个唱 刀剑神语主题曲的 起优秀的制作 讨喜的角色 和开门见山 通俗明快的剧情 都付给了这部作品 一个每年 只有寥寥几部范 能达到的境界 出圈 它不是2012年 评分最高的作品 但绝对是2012年 把本来不看动画的人 拉来看动画 人数最多的作品 并且不同意 很多昙花一线的热门IP 刀剑的热度 可以说是经久不衰 不断刷脸的 12年我们看刀剑 14年我们看刀剑 17年我们看刀剑 19年我们看刀剑 到了22年 我们还他妈在看刀剑 而有意思的是 在刀剑的设定中 正是2022年 人类发明出了 超级VR游戏 Sold Art Online 所以我们玩上了吗 并没有 此外 就像我去年 做过的一期视频一样 刀剑对于我的创作生涯 也有着极为特殊的缘分 14年时 我这是靠做 自己非常喜欢的 同仁CV 松刚真诚的 深有梗二创 开启了我的 第一个万粉生涯 17年时 拜年记上了 物解戏脉的 漫画家同仁 代表了我up主生涯 倾注心血最多的作品 20年的曾热度整活 同仁之修罗战神 则是我至今 都最喜欢的一期 配音视频 而22年的今天 我则在时光机里 回忆以上的点点滴滴 而这一切 都要追溯到10年前 我第一次听到 这个温柔 清朗的少年因开始 虽说有时啊 我真的很喜欢 自己这档 新翻时光机节目 因为每次做的时候 都可以用写文案 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让自己一下午 泡在这些老片子里 细细品味 那一幕幕 过往的经历 就像此时此刻 打下这行字时 眼前播出的画面一样 看着16岁的同仁 我满眼 都是18岁的自己 好的 以上就是2012年 七月老番的 回顾导师了 也许你会注意到 在本期视频中 我提到了很多 深优的名字 中原蚂蚁 风起爱生 花江夏树 左仓林荫 松刚真诚 这样想来 也许正是从这一年开始 当时看翻树载了我 第一次对动画幕后的事情 感兴趣吧 回忆有失 真的会让人发掘不少细节呢 那么总之 下期我们将迎来 2012年的10月档动画 我提前偷看了一下 哇 那叫一个精彩分成 如果喜欢这个系列 欢迎硬币双推荐 三连支持一下 那我们下期见